至少44场演出 他们说希望用这非常手段来自保 结合超高难度体操特技充满艺术美感 太阳剧团挑战人体极限的演出 总是让人眼睛一亮 不过即使像这样享誉国际的表演团体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还是损失惨重 位于加拿大的总部宣布 节日起辞退4600多人 相当于总员工数的95% 只留下核心团队 据了解由于许多城市和国家 禁止大型公开活动 太阳剧团被迫取消至少44场 世界各地的表演 尤其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固定演出 也随着赌场的关闭叫停 收入奏减让他们不得不下众手裁员 过剧团也表示一旦能重新演出 就会拼估人手 世上全球娱乐产业在这一波疫情中 都受到重创 电影和电视产业几乎全面中断 美国知名的节目暂停制作 连锁剧院不营业 民众不出门 众多大骗只能无限期暂停上映 影响所及成千上万的约屁人员遭到裁撤 美国娱乐界从业人员工会预估 好莱坞至少有12万人失去工作 英国业界也有5万人实验 疫情再烧下去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评估 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使全球2500万人实验 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严重 记者宇一也有礼拜